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来说说新手肠咨询的几个问题吧 烂尾、烂身、烂头 这类疾病大多数由细菌感染一起的 治疗方案其实也很简单 可以用1.5%的浓盐水 药逾10分钟以内 然后可以用清达酶素注射液泡饲料 每天喂一顿泡过的药饵 连续三天差不多也就好了 然后如果还不好的话 可以用点符擦拭这个伤口 家里没有点符的话 也可以用浓盐水 就是1.5%浓度的浓盐水泡过之后 拿点黄粉的颗粒按在伤口上 也是没几天就好了 治疗方案咱们说完了 我又要开始进入唠叨模式了 我这个点击量和观看质量最高的视频 往往都是这种肠盐啊 烂塞啊 水煤啊 烂尾这些问题 但是教大家养水换水 和这个升级过滤的问题呢 却这个看的很少 作为一个自媒体博主 其实我可以为了这点流量和点击量 无限量的推出于我们关心的这种浅层的问题 可是我的粉丝们 你们想过吗 养不好水 你学再多的治病技巧也是没有用的 之前讲消化细菌的时候 有个粉丝的这个留言啊 他刺痛了我 说对我失望了 认为消化细菌没有必要额外添加 消化系统呢 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脆弱 其实这是没错的 有一个强大的过滤 消化系统稳定以后 确实没有必要经常添加这个消化细菌 可是这位朋友 您又怎么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样的 这个鱼有的咨询呢 大多数鱼有的过滤系统 它其实是不完善的 甚至也不愿意花钱升级过滤 不额外添加消化细菌的话 那水质一定是保持不好的 水质保持不好的话 那这些问题又来了 又开始烂头烂塞烂尾了 那其实作为一个鱼商来说的话 鱼有死的鱼越多 对我来说利益越大 可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 我还是希望我的粉丝们都能把鱼养好 少此鱼 真想换鱼了再找我买鱼 其实也不迟 所以说 今天看到这期视频的新手朋友们啊 听我一句劝 多看我养水养鱼的视频 多关心养水 一定比关心治病好吃 没事别杀菌 杀死的不仅仅是有害菌 还能杀死消化细菌 水质败坏才是鱼病的根源 好了又唠叨了半天 废话不多说了 晚上咱们直播间再聊吧 再见 感谢观看